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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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你们的办法 不过要快一些突破 还需要掌握法律尺度 别让人钻空 建强 我和咱们分头找人谈吧 我们去徐子民家里 你们找其他的群众谈谈 要注意说话的态度 好 放心吧 高强 那咱们走吧 好 金小长 据我们了解呀 你一直在村小学工作 对徐子民和村里的情况都比较熟悉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调查 把你知道的情况跟我们说说 不是已经定案了 还查什么呀 我们这次啊 就是根据徐子民的申诉来复查的 并没有定案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好吧 有好多话 我早就想说了 子民呢 原来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他为人正派 办事认真 所以才调起咱会计 说他贪污 有什么真凭实据 村里的问题啊 其实就在薛怀里和李大兴身上 他们不仅在村里盖了楼 还在市里买了商品房 置了汽车 听说 在外地还办工厂 开酒楼 他们哪来的钱 依我说啊 肯定是把村里卖地的钱给吞了 那村委会那场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这件事 徐子民更是冤枉 它是让人家栽赃陷害的 可是徐子民家的油桶 怎么会出现在火灾现场啊 那油桶 平时就扔在子民家的院墙下面 谁都能拿走 就算出现在火场 怎么能够证明是徐子民放的火呢 对了 还有个情况 那天夜里着火之前 我从外边回来 就看见李大兴 在子民家门口转悠 我怀疑啊 那油桶就是他拿走的 李大兴是薛怀里的打手 什么事他都能干得出来 昨天晚上村里的人给我打电话 说你们公安局要来复查 这不我就赶紧从娘家赶回来了 这个薛怀里和李大兴 他们是栽赃陷害子民的 去年因为村里卖地款的事 大伙都很生气 回来呢 子民就跟我说 他要写举报信 揭发薛怀里和李大兴 他们贪污卖地款的事 可是不知道怎么着 还没过几天呢 这封信就落到了薛怀里的手上 他从笔记上看出是子民写的 就把子民的会计给撤了 子民这下急了 说他们的问题都在账本上记着呢 要公开的揭发他们 嘿 这当天夜里啊 村委会就着火了 账本呢全都被烧光了 这薛怀里把他自己干的事 都栽在了子民身上 卖地这事 你还听徐子民说过哪些具体情况 有没有别的线索 最近 我替他申诉写材料的时候 把他写举报信的底杆又翻出来 没想到还找着一个本子 里边借了几笔数字 好像是村里卖地的账 你们看看吧 好 李准 李准 醒醒醒 李准 醒醒醒 醒醒 喊什么呀你喊呀 谁踩你尾巴了 叫了我的头 什么事儿 说吧 你准官局的人又来了 听说要反映咱村的问题 徐子民的老婆也从娘家回来了 什么 开玩笑啊 真的 全村都脑翻了 不行 我得去找薛村长 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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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了 郑总 你在这儿吧 怎么了这么慌慌张张的 这公安局的人呢 在村子里扎下就不走了 找人了解情况 还去了徐子民家 据说啊 找到一些什么证据 我看啊 这案子要翻 这事儿啊 没那么简单 沉住了气 大不了你们先出去夺夺 郑总 万书记的话 怎么就不好使呢 这时候问这个 还有什么用啊 你们赶紧走吧 剩下的事儿 我来处理 喂 是我 什么 公安局的 要来见我 行 让他们进来吧 郑总 你这儿不是把我们给卖了吗 要这样的话 咱们可谁都同归不了 没错 干什么呀 来 往这儿看 来啊 砍 怎么 砍呀 你们要把我砍了 警察进来 正抓你们个现行 到时候我想救你们 都救不了了 砍吧 还不快走 谢谢郑总 谢谢郑总 谢谢 站住 多来 多来 对 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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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总 我们是公安局的 好 请坐 不用了 据我们了解 犯罪嫌疑人薛怀里 和你们公司的关系密切 你知道他现在去哪了吗 犯罪嫌疑人 他怎么了 他现在下落不明 知道他去哪了吗 他去哪了 我怎么能知道 你们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生意上的关系 兴旺村在我们公司有股份 你们公司的合伙人不见了 你怎么不着急 我不知道 你要对你今天说的话负责任 可以 林局 我们在兴旺村的复查 基本结束了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 原来认定徐子民贪污纵火 缺乏有力证据 根本站不住脚 反而是薛怀里和李大兴的犯罪嫌疑 越来越明显 我们分析啊 事实真相有可能是 徐子民发现他们贪污 便向有关部门举报 薛李二人得知以后呢 害怕罪行暴露 便放火烧了村委会 毁灭证据 又伪造现场 栽赃徐子民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徐子民另外 又做了一个账本 就是这个 这上面击落了村里 买卖土地的几笔钱 可是这些钱 现在都下落不明了 我们去银行查了一下 这兴旺村的账户里啊 只有部分的现金支出 却没有任何的转账显示 村里有人反映 这薛怀里和李大兴 在外地啊 私自开设了个厂子 我们估计这些钱 是被他们转移到厂子里去了 他们开的是什么宫厂 在什么地方 村里人也说不清楚 我们正在查呢 我看呀 虽然他们逃跑了 有些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查清 这说明 他们是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反过来说 徐子民可能是无辜的 既然是这样 你们抓紧时间 先追查薛怀里和李大兴的下落 嗯 放人 出来 林局长 谢谢您 千万别这么说 要不是您 还有各位的努力 我徐子民 还得蒙受不败之缘呢 那我这辈子 就算完了 所以 我从心里边 感谢你们 别这么说 是我们的工作失误 让你受委屈了 我向你道歉 不 这不是您的错 该认错的人 是牛明和赵铁军他们 我要控告他们 兴讯逼宫 制造冤爱 刘局 徐子民 已经证实是错案 你当时是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现在 有什么想法吗 我能有什么想法呀 当然是追究责任 赔礼道歉 都追究谁的责任呢 谁办案 谁负责 罗厚平 跟赵铁军是承办人 现在 需要分清他们各自的责任 急于处分 对 我记得 当时你也参加审讯了 他们到底有没有 刑讯逼宫 当时 现在 你服软了 那你看见赵铁军打人了吗 他动手之前总把我支出去 那你干嘛要离开啊 为什么不阻止 你现在要说出去 至少也是纵容刑侵逼宫 责任也小不了 你可想清楚了 这 后平啊 这些年 我可待你不包 在这结果眼上 你可不能乱说谎 来 这在 这在 新旺村的调查结果 你应该知道 既然是错 就应该十事九事 你还要坚持你原来的说法 邻居 当时赵铁军把我支出去 我就应该意识到 他要搞刑刑逼宫 我却没有阻止 跑得罪人 我错了 现在给我任何处分 我都可以接受 高阮 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局里对你的处理 邻居 邻居 地区检查院法纪科的人告诉我 他们找过赵铁军 赵铁军根本就不承认 对徐子民刑刑逼宫 他这儿是在警战 事实证明 徐子民确实是被无限的 这不能否认 这个案子 罗厚平也应该负一定责任 我已经找他谈过了 他也明确表示 愿意接受处分 恐怕 得给他一个行政鸡打过 不过要经过 党委会研究后在地 牛铭是主管行政的副局长 他倒推的一干而且 我看怎么也应该负个领导责任 我们写个报告 把复查结果跟处理意见 上报示威 好 我马上就起操 一会儿拿给你看看 郑总啊 我找你来 是想跟你打声招呼 牛铭这个政委啊 看来是当不成了 为什么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徐子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 你跟我说实话 我问过你们吧 你们当时说 这个案件肯定没有问题 结果一复查 倒是个错案 徐子民现在到处告牛铭 刑讯逼供 说牛铭刑逼供 也没有证据 可他当时是主管的副局长 这领导责任总得负吧 至少 也是工作失误啊 本来在考核的时候 局里反对的意见就一大堆 事理也有反应 我好不容易才得压下去 眼看就要正式发文了 却出了这么大的事 让反对他的人抓住了把柄 说我用人不当 你说我这个任命怎么下 那牛铭就没希望了 还提什么希望 能保住副局长的位置就不错了 不过 我们不会因为在工作中的一次失误 就全盘否定了他 等过了这一阵子 我还会做工作 让组织部门继续把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你回去告诉牛铭 让他别泄气 还是要有信心 这次运气是差了点 好好总结总结 等下一次吧 完了 这回就要理你这什么 我怎么就这么为 有才姓人的在 就没有我出头日子了 那倒也未必 万书记啊 让我告诉你 不要泄气 这回你只不过是运气不好 于海荣是咱们自己人吗 看棒了吧 他已经从政华委书记 提到副市长的位子上了 你那姓鱼的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要不是他 我早就是局长了 也不会受心灵的这份气 这回 他更看不清我了 牛铭啊牛铭啊 你要是没有一点心胸啊 还真是办不成大事 你跟于海荣 再有矛盾 也是自己人呢 他上去了 只会给林音找麻烦 所以林音也别高兴得太早 他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好 幸连的 咱走着瞧 我就不信 我老牛 找不过你 郭铁老 郑华军还是没有刷着 这是我一块心病 也是清水治安的隐患 下一步 我想集中精力 尽快把这个案子破了 好 有这个决心很好 不过还是应该把困难 想的更多一点 会更有力 我听说你们的经费 还是挺紧张 都快每米下锅了 雷宇行动之后 虽然解决了几样紧迫的开支 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到清水以后 我的工资都比白山少拿了三百多块钱 不过经费越是紧张 越是要注意 这下边也要严格要求 绝不能在这个上面出问题 你们也往上面跑跑 想办法找一找省财政厅 拖拖关系 给你们先调我点经费 应急 不瞒你说 这办法早想过了 也到财政厅找了人 也请人家吃了饭 可最后对方提出 要在清水开赌场 这我哪能答应 这不 一百多万泡汤了 我再了解你了 你这种人呢 根本干不了这种事 最近回家了没有 顾不上 这哪成啊 人家秀鱼没有意见呢 你小子是不是在清水找到寄托了 我忙的忙死了 哪找寄托呀 最近这个白山和清水的报纸上经常登明的消息 你们这宣传工作做得不错嘛 这也是为了增加我们工作的透明度 我听说有个记者 挺关心你们的工作 还是个女的 对 叫苗宇 清水报的记者 是个有正义感的记者 苗宇 我认识他 上次开会的时候他采访过我 人家这么支持咱们的工作不容易 你一定要处理好和他的关系 这个我知道 知道就好 我还是劝你一句啊 赶紧把家搬到清水去 不然人家秀云会有想法 好 等我忙过这一段 好 回去以后 还是要大胆的工作 也许还会遇到什么 意想不到的困难 但是别灰心 要相信自己 相信组织 有件事情 先和你们通得气 我不希望 到时候你们措手不及 明天 地区纪监委和政法委的联合调查组 要来清水 要来调查公安局的问题 说具体些 就是调查林茵的问题 调查组的成员 是由地区纪监委和政法委的人员联合组成 何大来 是调查组的副组长 你们也许想不通 但是一定要正确对待 必须要积极配合调查组的工作 有什么问题 一定要向组织说清楚 林茵啊 即使有问题 如果是为了工作 我想上级领导会理解的 不要有包袱 您放心吧 我们一定积极配合调查组 不会影响正常工作的 来 郑总 邮局 请饭 来 邮局 干 痛快啊 调查组一来 林茵可再也没好日子过了 哎 苏苏 你也倒上一杯 黎音带人抄大酒店的事你忘了 这回他要真下台了 也算是给你出了一口恶气 这杯酒一定得喝 倒上 这就对了嘛 不过 邮局啊 咱们也别太大意了 林茵她还笼络了一帮的人呢 不就是秦智健的几个人吗 我就不信 调查组一来 他们就不被自己留条后路 倒是薛怀李 李大兴这两个笨蛋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薛怀李他们已经到广州了 林茵他们根本就想不到 郑总 牛局 你们慢慢吃 我先回去了 你上哪儿去 我家里有点事 那你先走啊 好 你们的内容 君哥 你还得告诉秦智健的 让他们千万别乱动 别再给我添麻烦了 你放心 我会让他们在广州啊 老老实实的呆着 我会让他们在广州啊 老老实实的呆着 我会让他们在广州啊 老老实实的呆着 喂 莫林茵 喂 哪位啊 您不必问我是谁 您只要听我说就行了 薛怀李跑到广州去了 他在那儿开了一家饭馆和一个厂子 法人是他的两个外甥 你是谁啊 我是谁真的不重要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很钦佩您的所作所为 另外 莫妹的问一句 您是不是被审查了 你怎么知道 我只是希望您能记住我说的话 清水需要您这样的好官 谢谢啊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你到底是谁 回来了 你去哪儿啊 刚才喝了不少酒 就先回来了 给同学打电话来 男同学吗 你吃醋了 打电话没关系 不见面就成了 调查组正忙着找人谈话呢 局领导班子中层干部都谈过 听说还把蓝玉琴和赵铁军也找去了 你说他们的话能信吗 这不胡闹吗 他们也找你了吧 没有 人家现在是搜集证据 调查对象当然是最后结束了 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啊 这工作没法干 师姐 你回去告诉大家 一定不要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当不了工作 再说了 只要我们行的证 就不怕人家查 他们调查他们的 咱们干咱们的 对了 我昨天晚上接到一个命名电话 是一位女性 他举报说薛怀里在广州 并且开了一间工厂和一家饭店 情况是否属实 还需要调查 你们马上和当地公安局取得联系 落实一下 如果薛怀里真的在广州 先不要惊动他 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好 我和建强马上去吧 好主任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走路也不看着点 王小山 你怎么说话呢 谁走路不看着点了 哎呀 我这心里烦着呢 立委调查组啊 来咱们局调查问题 刚找我问问话 什么问题啊 复杂呀 邻居的问题 邻居 好多事啊 你们都不知道 小毛 小高 立委调查组 要是找你们了解 邻居的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啊 一定要实事求是啊 啊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嘿 他的话你能信吗 走吧 走啊 今夜 你是否有无眠 晚来风寒不止 你够不够暖 今夜 你一定有无眠 月影 青山 不忍 看你疲惫的脸 从未听到你说远 桑桑容颜 苦涩 艰难 都长遍 从未听到你说远 从未听到你说远 路宿风灿 总是天涯不绝缘 夜黑暗 本明有凶险在前 夜阑 夜阑珊 之间你勇气不见 今夜 我无眠 你出心上一点呀 今夜 我无眠 我无眠 你出心上一点人 你说过要让云开 五夜赞 你说过要让我看清朗的天 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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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 你是否有无恋 晚来风寒不止你够不够暖 七月 你一定会无恋 那月银青山不然看你疲惫的脸 七月 我无眠 一处心相依点燃 七月 我无眠 一处心相依点燃 你说过要让云开午夜散 你说过要让我看晴朗的天 晴朗的天